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分对资深艺术家的记录也期待能共同协力 这些有些记忆真的就是没有好好的一个记录保存的话 以后可能就看不到或是说也不会有人在做 所以我觉得生活美学馆能够在这方面做一些琢磨好好的发挥 这个真的是非常值得感谢的一个部分 我们新的县也有蛮多的一个优秀艺术家还有工艺家 这样子我想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把大家的一个百年的智慧 能够好好的保养发扬下去 这个真的是我们要共同努力的一个地方 应该说我们苗栗人其实还蛮余有荣誉的 这一次有两位的艺术家 其实都是我们苗栗籍的老师 那像我们的焕糖老师 其实每年都参加我们文化局这一边 办理的名家的年展活动 那就可以知道说老师其实是一直 孜孜不倦的在从事创作 那在教学上面 其实也有看到今天老师来的学生 很多老师曾经在我们的苗中联合大学 都有担任老师 那其实很多陶艺大师的老师 都是我们的焕糖老师 刚刚馆长也有提到 他其实真的就是 撑起我们通院地区的经济发展 这真的是一个努力 那现在呢 其实地方创生芳心为爱 那在公益这一块 其实一直都是地方在推动 我们的经济发展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那其实我可以把它比喻是一个钥匙 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地方经济的时候 我们就要靠工艺 技艺的传承来打开 那再做所有的老师们 其实就是我们地方上的保障 计划主持人曾飘局长是陶艺家 陈幻堂在新竹示范的学生 相当推崇老师的创作精神与典范 陈老师 以陶宰道 统中耕道 这个道是什么呢 陈老师自己说 他是为艺术而艺术 为社会而艺术 为生活而艺术 这一辈子他有非常强的崇高的哲学理念 他又有具体的实践经验 他是陶艺大师当之无愧 陶艺家陈幻堂在致辞时 提到生命中最难以忘怀的巴拉圭历程 巴拉圭共和国指导他们的考试技术 到那里什么都没有 完全没有现成的颜料 那怎么办呢 你就是动脑筋 幸好我有足够的理论基础 和实际的经验去变通 没有常识 我就发向康如花钢岩 我就利用发光岩 我会代替常识 发光岩要处理 然后要腐碎 到圆框进来 那么大块的 那个发光岩呢 用大锤石打 打成小块一点 再用那9克拉下再打 再用low克拉下再打 在最后还要做化学处理 偷田 我相信很多陶艺家 大人那个地步 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然后呢 磨碎以后呢 食音比较硬 沉淀了 肠子比较 暖度比较高的呢 在上面呢 拿来 试骚 一试骚射 结果呢 就发现一个 金鱼剔透的玻璃珠 那个时候呢 可以说是我一生以来 最感动最激动的一刻 可以说是 狂怒任务 啊我倒死了 很多就是这样子 困难之间把它解决 结果我任期四个月之内呢 我就完全 达到了我的预期 烧出巴巴龜 有史以来第一件高温的油肉桃 艺海杨芬百年工会堂 人物影像名组织 至今已拍摄采访15位艺坛资深艺术家 持续透过影像和文字保存的 这些前辈艺术家的创作精神与轨迹 但已每年12位的记录数量 似乎追赶不上资深艺术家的凋零 也期盼能透过公司单位的合力 与资源的投入 加快艺坛人物影像的记录 以上是艺文报报采访中心 在新竹采访报导